隨著烏爾戰爭即將屆滿一年 美國總統拜登將在二十號前往波蘭 重申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 CNN表示拜登這趟訪問 不只要跟波蘭總統度到會晤 也會和其他北約盟友見面 俄羅斯加大攻擊又發射了七十億枚飛彈 再度轟炸烏克蘭的能源設施 造成多地停電 不過烏克蘭則反擊 空軍擊落了其中六十億枚飛彈 前線戰火則是繼續焦灼 為了防止俄軍繼續推進 在哈爾科夫退役的西方軍事人員 正加強訓練烏軍進行城市戰 烏軍還在白二邊界舉行大規模演練 烏克蘭總統責倫斯基也在十一號宣布 開除國民警衛隊副司令 清理門戶掃除政府貪污官員 才能更上下其心抵抗俄羅斯的攻擊 TVBS新聞綜合報導